看一下简报第七页的云端固执 那这个也是云端平台拆拆的功能 其实WebDunner 它的优点是WiFi 缺点也是WiFi 为什么?因为没有WiFi的时候它就不行了 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老师想要做 我们讲的就是 比较长时间一点的侦测 因为其实老师如果 如果之前有用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虽然按着执行 但是 如果你离开这个 分页 或者你切到其他应用程式 它的比如说你用那个 LEDunner的跑码转换 你会发现它越跑越慢越跑越慢越跑越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浏览器 分页在执行程式的时候 OK,但是当你离开就焦点不在那里的时候,它会把记忆体释放出来 那WebDunner当然也会被 处于释放的那个过程 所以说 如果你没有在执行它,它就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用来侦测 比如说我要侦测 那个温度、湿度、监控这些 它就 没有办法,质量没有办法延续 所以呢,它后来推出了这个云端平台 您看一下 您回到那个 就是专案管理这边 我们就回到 你可以按那个房子 重新回到这个 城市积木这边 您看 目前 我们刚刚提到左手边是专案专,右手边就是云端固属 目前的话,你可以有一个 专案 去做所谓的云端固属 那用这样的好处是 你的电脑可以关机 也就是说因为WebDunner它本身 并不是把程式嘛,像那个 那个Arduino那样写在晶片里面嘛 所以说它是在 执行 只要你的装置 有连到 就是WiFi上 那它就可以利用 我们 WebDunner本身的 伺服 本身它的Web的伺服 应该说WebDunner自己的伺服 去执行你的这个程式 所以你电脑关机的程式是没差的 因为反正程式不在你这边 这样你了解 只是目前它的限制就是 你 第一个,只有一个专案可以执行 第二个 你一次最多只能执行6小时 好,就6小时 所以如果短时间就是 比如说你在学校期间 上课这个时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 我会去监控今天的 这样应该还OK 但是如果你想要到24小时 有没有,那个保全的 付费的 这就是付费的 好 一个 一个月好像100块 可以执行3个专案 就是你可以24小时 随时让它 在线上直接执行 电脑都不用 都不用做 有点像我们去买那个 Google的端定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反正你自己就不用准备 所以这个是 像这样 那 他这种云端部署就是很适合你要做 房境监控 互动的就不用了 比如扫描QR Code 我要跟他做互动的 那个不用啊,为什么? 因为扫到之后他就自动连线了 所以那个没有 没有云端部署的需求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想要政策温湿度 我就把这个勾起来 好,这个专案勾起来 我只要按右手边这里 有没有云端部署 按下去 他就问你 要开始部署了吗 好,那我按开始部署 那么到了六角度之后 这个专案会自动停止 那你现在看到我没有 是因为我开放了 不在线上 他会自动侦测 那他还有一个好处是 有没有可能我们WiFi 有可能会断线 有可能,对不对 那如果断线 用这种方式的 他会重新 自动连线 会重新自动连线 以前我们比较麻烦 以前就是 这个专案我放在自己的电脑 我就要想办法让他能够持续连线 持续连线 这个的话就在四个段 他会让你进行 像这样子 所以我把 这一块呢 给老师稍微先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实际尝试看看 好 所以 针对我们这个云端平台的部分 这样大家OK吗 在简报的第8页我有写这个功能 有写这个功能的那个 Blog文章 如果您觉得有需要 就可以再参考一下 好